好 疫情延燒進北市府 台北上柯文哲跟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在上個禮拜三的下午兩點 在市府內接待了這個運輸協會的成員 那當中一名成員 曾經到過澎湖旅行團 同團有多人確診 那這個人在4月15號採檢之後 4月16號確診了 那根據台北市政府的消息 柯文哲收到消息之後 在剛剛已經到仁愛醫院進行PCR 並且採檢後目前是返家了 那至於後續要不要來進行居家隔離呢 還要等衛生局的疫調 來聽聽看衛生局怎麼說 那目前我們其實就是在疫調 針對那個就是確診者 在做一個相關的疫調 那我們會去實際了解 接觸的一個情形 好 那柯文哲跟黃珊珊 有沒有必要立刻開始進行居家隔離 還在等衛生局疫調的最後結果 而這也是台北市府媒體事務組 因為替代醫室友確診染疫 十七人全體居隔之後 如今有沒有可能往上延燒 到這個柯文哲跟黃珊珊 因為近距離接觸確診者 必須居家隔離 還在等衛生局的最後結果